宋吉星深呼吸一口气 转身面向南方站顶 双手掐绝咬牙倒 我宋穆奉大骊皇帝赤令 命你们十二位坐镇山河契运的正神 接见 大骊京城风起云涌 这栋高楼瞬间剑气冲天 底楼一剑率先破空而去 电光炸起 大骊京城内 无数人惊骇的举头望向那条 悬挂头顶的剑光 片刻之后是二楼飞剑 三楼第三剑四楼第四剑 一直到第十二剑 其中半数飞剑并非直直南下距敌 而是选择绕路向其余三个方向 而且飞剑离开高楼之时 就已变得无比巨大 离开京城之后更是再度爆炸 哪怕是那柄在楼内小如柳叶的小巧飞剑 在远离打离京城百里之后 也变成了一把长达数十丈的巨大飞剑 以这栋仿造天上白玉京的十二楼高楼 作为起始之地 四面八方皆有神灵听从斥令 露出一尊尊威严法身 其中在最南边的大离南越之巅 一尊高达百丈的金身正神 屹立于山顶 高高举起手臂 高声大喝道 南越奉执领剑 大离版图各地 其余十一尊显露出巨大法像的山河正神 纷纷接住离开高楼的飞剑 然后踏空而行 临空一步就是数十里之遥 无一例外 矛头直指那道 从南往北破空飞掠的禅红 那尊南越正神的金身法像 率先营底 怦然巨响 法像与飞剑一并支离破碎 清城内白玉京顶楼传来一声惊叹 充满疑惑以及无奈 高冠老人喃喃道 不可能 不可能 十楼宋吉星 嘴角渗出血资 大离天子眉头紧皱 唯独婢女智规 趴在窗头上 没心没肺的四处张望 第二尊金身神奇 如出一辙 轰然乍碎 每隔一段时间 就传出一声响车大离疆雨的雷响 少年已是蹊跷流血的惨淡光景 面容正宁 但仍在强自坚定心神不动摇 当远处第六声响起的时候 顶楼老人苦笑 怕了你了 老夫给你让路还不成吗 其余六尊 原本从北到南一线排开的金身法像 开始各自左右偏移 让出正中间的那条道路 似乎觉得有些意犹未尽 那抹白红 微微凝质些许 不过很快就打消了 找那些神奇麻烦的念头 继继续笔直向前 最终这道身影一头撞入大离京城 落在那座隐藏有白玉金的高台下方 大离藏王宋长静 额头已是渗出汗水 但仍然站在从天而降的男人之前 拦住那人的去路 宋长静很快就露出笑容 只觉得若是与此人憨战一场 虽死无憾 不枉此生 广场上 一个相貌平平的男人站在那儿 滑稽的是啊 此人小腿上还绑着便于行走山路的缠脚 手里拎着把破碎的绿色竹刀 这汉子转头看了眼京城城头那边 有些纳闷的移了一声 这才转头望向那个五道实境的藩王 看了宋长静一眼 微微一点头 流露出一点赞许之意 然后他抬起视线 望向暗藏玄机的高抬之顶 他丢了那把竹刀 轻轻一跺脚 高楼白玉京顿时被迫献出了真容 他拔出腰间另外一把狭刀降伏 随意的抬臂举起 刀尖指向高楼 他朗声道 里头那五个 哪个是大骊皇帝 我赶时间 赶紧自己出来磕头认错 我数十生 十 一 直接从十跳到一的男人 对着那座高抬和高楼 猛然间一刀劈下 在他和高楼白玉京之间 出现了一条极其细微的金色丝线 如一线潮向前迅猛推进 藩王宋长静不退反进 大步向前 气势瞬间攀升到五道之巅 怒喝一声双臂交错 格挡在身前 脚底下那座广场 被这位东宝平州第二位指径宗师重重踩踏之后 崩裂出一张巨大的珠网 与生死之间砥砺五道 绝不是一句空话 宋长静当初以大骊皇子身份 毅然的投身军武 戎马生涯二十余年 大大小小的胜仗败仗 苦战死战不计其数 最终能够从整座东宝平州的武夫当中脱颖而出 宋长静这一次的迎难而上 恐怕就是原因之一了 那条金线触及宋长静的胳膊 那件白袍的袖子瞬间被割破 如铁线切割白嫩豆腐一般轻而易举 要知道宋长静身上这席袍子 可是大骊仙家首屈一指的道家法宝 名为流水袍 曾是道家一位上武静陆地神仙的珍贵遗物 号称能够抵挡住上武静修饰之下的所有法术神通 可是对上那条刚气凝聚成实质的金色 撕献之后竟是如此的脆弱不堪 虽然没了外衣的倚仗 可宋长静一是执意不退 这个男人想要试一试 自己如此这副传说可以媲美金身罗汉的武人体魄 到底能不能挡得住这一副货真价实的神仙刀 答案很快就水落石柱 能 但是只是支撑一个眨眼的功夫 宋长静仍是不愿就此退去 一声怒吓 满脸焕发出异样的金色光彩 体内气气流转 从之前的洪水滚滚气势汹涌 变成了一番瞬间水面冰冻千里冰封的大千气象 大骊藩王的修长身形连退竖杖 双臂皮肉已经被割出一条细小沟壑 却看不见丝毫鲜血 与此同时那条势不可挡的金色滋线 即将刻入宋长静的骨头 让开 一尊高达数丈身披轻甲的道家福将 把宋长静撞飞出去树部 由他自己顶替位置 明刻有无数道家金字符录云文的福甲武将 浑身宝光流转 双手死死的攥紧那根跟他雄壮身躯不成正比的金色丝线 一退再退 最终这尊道家大宗精心造就的山子爵福将 整个身躯被一切为二 只是略显暗淡几分的金色丝线 依旧向高楼白玉京推进 道家傀儡武将被分尸之后 轰然倒塌 但是他身后出现了一位身穿朴素麻衣的老人 伸出一只手掌挡在那一线之间 老人一身耻目腐朽之气 却分明是面若志同的容颜 给人的感觉呀古怪至极 老人满脸苦笑 以别周雅言沙哑地问 阿良能否就此收手 阿良已皱眉 鸾长野 你不是因为争夺巨子后补之 为失败被流放到北边去了吗 老人一边抵挡住那条金色丝线 手心已经渗出血丝 一边无奈地说 一言难尽哪 阿良恍然 我就奇怪 宝平州怎么有人能建造出 这么一个拙劣的小号白玉京 原来是你呀 鸾长野犹豫了一下 我曾向齐先生讨教过建造此楼的问题 阿良斜撇了蠢蠢欲动的宋长静一眼 后者一番天人交战 最终还是选择放弃再战的念头 是的 终于是在世界上没了 您需要证明吗 你需要证明的话 자기想留意 我需要证明的话 如果您需要证明的话 请问您需要证明的